撒姆尔记下第21章 大卫在位的日子,有连续三年的饥荒 大卫就寻求耶和华的面 耶和华说 这是因为扫罗和扫罗家流人血的罪 因为他曾经杀死了鸡变人 原来鸡变人不是以色列人 而是亚摩利人中余生的后人 以色列人曾经启示与他们立约 但扫罗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发热心 设法要击杀他们 王把鸡变人召了来,对他们说话 大卫问鸡变人 我能为你们做什么? 我该用什么来赎罪? 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呢? 鸡变人回答大卫 我们与扫罗和他家的事都与金子银子没有关系 我们也不愿以色列中有一个人被杀 大卫问 那么你们说 我当为你们做什么? 他们回答王 从前破坏我们 谋害我们 要消灭我们 使我们不能在以色列境内立足的那人 现在 请你把他子孙中的七个男丁交给我们 我们可以在击变耶和华的身上 在耶和华面前把他们处决 王说 我必交给你们 王顾惜扫罗的孙子 约拿丹的儿子米菲波舍 因为大卫与扫罗的儿子约拿丹 曾经在耶和华面前有过誓约 于是 王逮捕了艾亚的女儿 利斯巴为扫罗所生的两个儿子 亚摩尼和米菲波舍和扫罗的女儿米拉 为米和拉人巴西来的儿子 亚德烈所生的五个儿子 把他们交在鸡变人的手里 鸡变人就在山上 耶和华面前把他们处决 这七人就一同倒闭了 他们被处死的时候 正是收获季节之初 就是开始收割大麦的时候 艾亚的女儿利斯巴拿了一块麻布 为自己铺在磐石上 从开始收割的时候 直到雨水从天上 倾倒在他们的尸身上的时候 白天 它不让空中的飞鸟落在尸身上 夜间不让田间的走兽来遭见他们 有人把扫罗的妃子 艾亚的女儿利斯巴 所做的这事告诉了大卫 大卫就去把扫罗的骸骨 和他儿子约纳丹的骸骨 从基列亚比人那里搬回来 原来菲利斯人从前在基利波山 击杀扫罗那一天 就把他们二人的尸体挂在 博山的广场上 基列亚比人却把他们偷了去 大卫把扫罗和他儿子约纳丹的骸骨 从那里搬上来 又有人收敛了那些被处决者的骸骨 他们把扫罗和他儿子约纳丹的骸骨 埋葬在汴亚敏地的喜拉 在扫罗父亲基氏的坟墓里 王所吩咐的一切 众人都行了 这是以后 神垂听了人们为纳帝的祷告 菲利斯人与以色列人又有了战事 大卫和跟随他的臣仆一同下去 要与菲利斯人征战 大卫疲倦了 他们住在哥伯 有一个人是巨人的儿子 他的铜毛有三公斤半重 又佩戴着新刀 他想要击杀大卫 席鲁亚的儿子雅比塞帮助了大卫 雅比塞击打那菲利斯人 把他杀死了 那时跟随大卫的人向他启示说 以后你不可再与我们一同出去打仗 免得以色列的灯熄灭了 后来以色列人又在哥伯与菲利斯人征战 那时护杀人西比盖 急杀了巨人的一个儿子 萨福 在哥伯又在与菲利斯人征战 伯利恒人 亚雷俄尔金的儿子 伊勒哈南 急杀了加特人 哥利亚 这人的毛杆 好像织布的基轴那么粗大 在加特又有一场战事 那里有一个身量高大的人 手脚都各有六个指头 总数是二十四个 这人也是巨人所生的 这人向以色列人骂赈 大卫的哥哥是米亚的儿子约拿丹 把他击杀了 以上这四个人 都是加特城里那个巨人所生的 都死在大卫和大卫臣仆的手下 殿路下 在纸巨人之上